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必須要給予最高的敬意 不過這文一發 卻被炮轟蹭熱度 還跟名嘴黃志賢槓上 黃志賢痛批 為了爭取台獨青年的票 連足周都可以賣掉 還像蔣萬安落選 可能才會反省一下 國民黨的立場 本來就是支持民主 然後反對暴力 我想從這個角度出發來講 每個人都可以表達他的意見 藍營不再噤聲 口徑一致支持民主 反對暴力 似乎成為國民黨 爭取青年選票口號 想靠反送中得分 但看看這份不分區名單 親中退獎吳思懷 卻仍是穩坐不分區名單 馬上就破鉤 更被質疑被中國綁架 我聽到的所有的朋友 是罵聲連連 幹聲連連 我不要針對任何個人 這個名單當中 當然爭議性的好多位 好的民眾會給你掌聲嘛 不好的這張票可能就會跑掉 當然主席會 他本來就承擔跟負責 通通推給黨主席 看來不分區統獨問題 藍營內部已經先鬧分裂 立委參選人 只能靠自己打破同溫層 衝刺選旗 三一新聞 郭宇宣 張宇宣 台北部